我国向中国与维多利亚州单边开放边境受访旅行社表示欢迎 认为这是重要的一步 并准备以低密度且高质量的新出游方式来吸引外国游客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我国单方面已向一些已经控制良好的国家和地区的旅客开放 受访旅行社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 但也表示要想拍出响声 仅凭一只手是不可以实现的 并指出旅游需求在改变 如果双方国家可以没有两个星期的隔离的时间 这个局限的话 那我觉得旅游才会更加的 这一步会更加的进展的快一点 我们已经跟当地的旅行社 已经在安排我们的新的行程跟新的报价 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消息 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一定零点的曙光 以中国来讲它现在已经开始类似这种这种小包床 亲子团或者说是家庭式的旅游已经开始在国内已经很盛行 我觉得这个是个趋向 如果说你为了要如果说要继续往这旅游越去发展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须要去考量的旅行社认为最艰难的时刻并未过去 竞争将更加激烈 在静待需求反弹的同时也希望旅游局线上大力推广 激发游客探究失诚的兴趣 进而推动游客由线上转而亲身体验